风电设备是大众大企今年推出的拳头产品 从年初开始就订单不断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我们最近三个月 产品的产量每个月都在翻倍增长 每个月都有新的大客户签约 而就在一年前 风电设备制造在大众大企这个家族中还是个小自备 液金 起重机等盈利最多的传统产品 扛起了65%的销售额 但是去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 让老大哥的订单一下子减少了30% 销量直线下跌 就在企业为未来发展担忧的时候 国家及时出台的 本来为企业未来发展规划的新能源配套产品生产计划 迅速被提到了一时日程 企业对这些产品投入了17个多亿的资金 而来自国家的一个多亿的扶持资金 更是让他们如虎添翼 随着大型风力发电 核电装备的订单分之踏来 这些昔日企业的小自备一下子成了主角 就连一些极其苛刻的国际大客户 也将目光投向了他们 轮毂是风电设备中的关键部件 那么在这个厂房中为各种不同型号的风电设备配备的轮毂 就达到了七种之多 而其中有三种就是专门为国外知名风电厂家量身定做的 那就是为日本三菱重工生产的产品 这个是为德国恩德公司生产产品 从这些产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 而且在国际风能发电设备当中分得了一块蛋糕 今年以来 以风电为主的六大新产品 一举占据了企业销售65%的份额 而原本多年雄居这一位置的老大哥 传统产品落到了35% 大众大企的一落一起 不仅没有让总订单比去年下降 销售额还比去年增长的近30% 据统计 今年一季度 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比前两个月提高了两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出现了回暖的势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陪同下 来到深圳广州等地 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问题进行调研 温家宝十分关心广东经济发展 自去年7月份以来 以第三次到这里考察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中兴通讯依靠自主创新 企业生产逆势上升 今年销售总额预计还要增长30% 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温家宝表示 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 都阻挡不住创新的产品 与有竞争力的产品 只有创新才能抓住机遇 温家宝强调 创新不仅可以创造财富 增强竞争力 还可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尊严 也就是说 在世界的创新的竞争中 中国人是可以走在前面的 在深圳华强科技文化集团 温家宝认真观看了文化产品 并称赞他们很有创意 温家宝说 经济萧条的时候 恰恰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候 因为人们需要提振信心 需要精神力量 只要依靠科技 开发出富有创意的产品 就一定能带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温家宝还来到义昌科技公司 与设计师亲切交谈 温家宝说 青年人既要看到眼前的困难 又要想着未来的发展 他说 现在外部需求减小 市场萎缩 但是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 就像大海一样不会枯竭 温家宝鼓励大家要大胆创新 把知识的力量 运用到产品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面对金融危机 要勇敢地肩负起责任 国际金融危机 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外贸 在这样背景下举行的 第10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备受关注 温家宝特意来到交易会现场 了解情况 温家宝表示 一定要利用好交易会这个平台 坚守住市场阵地 保住了份额就保住了市场 考察期间 温家宝还两次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地方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 他强调 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实现保增长 保民生 保稳定的目标 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55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09年7月1日起实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日前在广西就经济发展和 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 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江苏南京 泰州 连云港 常州 苏州 徐州 虚仪高纯等世界 发动广大机关党员 走进企业 走进社区 走进农村 服务科学发展 服务城乡基层 服务人民群众 江苏常州 气数验区百名干部 在学习实践活动 注点行动中 吩咐企业社区 农村一线挂职 倾听百姓呼声 了解企业需求 为他们解决切实问题 其中 常州市气数验区 司法局局长周如 对应的注点企业是 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近期 公司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 急需解决知识产权申报 方面的法律法规问题 利用我们的一些律师 法律服务的团队 为他们提供一些 法律的咨询和建议 从而也是 推动他们这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 江苏省委要求 市县机关在 学习实践活动中 集中力量解决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和群众反应 强烈的热点问题 在南京 泰州和连云港 各市县机关党员 采取搭建融资平台 简化审批手续等措施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长州 虚仪和高纯 则排出一些 重点企业集团和 经济新增长点 在资金 政策 服务等方面 提供优惠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 江苏省投入 财政专项资金 总计78.3亿元 推进农村人才工程 农民健康工程 为农服务工程 农村文化工程 农村环境工程 脱贫工坚工程的实施 进一步将科学发展成果 普惠于民 食品安全法 6月1号起正式实施 卫生 农业 质检 工商 药监等部门 积极合作 出台多项措施 加强食品监管职能 由卫生 农业 工商 质检 等9个部门组成 联合调查组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 对滥用食品添加剂 展开专项检查 对食品中的三聚勤案 等83个项目 进行了专门的风险监测 已有3000多家企业的 3500多张 食品生产许可证被注销 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 采取的是 农产品种植养殖 企业生产加工 市场流通 餐饮等多个环节的 各部门分段监管 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也缺乏对整个食品安全状况的 一个监测 所以这次食品安全法特别强调 要建议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网 及时发现了监管的空白 和监管的隐患 同时各部门将不断加大 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利的处罚 和责任追究力度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故 相关部门在调查时 要对监管不到位 失职独党军